5. 新聞晚報 境外遊行程被取消屈門 2015年7月26日《讀者之聲》A.08晚報編輯 我們通過一家之名旅行社 報名去英國 外爾蘭15日團隊遊 每人團費2萬多元 願計劃7月11日出發 但因為7月11日有颱風 所以航班不能起飛 旅行社因此取消了整個旅遊行程 我們得知 颱風持續財兩三天 之後明明有去英國的航班 旅行社為何不積極採取後續補救措施呢? 而且費用也一直拖著 遲遲沒有退還 《讀者楊先生本部條介》 楊先生稱 此次旅行是他們家裡三人同行 他是7月11日上午接到該旅行社電話 讓他們不要去機場 因為颱風導致航班不能起飛 當天下午三時左右 這家旅行社告知 整個旅遊行程取消了 楊先生等遊客表示 颱風導致航班然不可以理解 但之後幾天颱風過去了 可以再次出發 即使少玩幾天也沒關係 但旅行社拒絕了楊先生等遊客的請求 我們為這次旅行專門請了年假 現在計劃都打亂了 楊先生很屈門 據了解 此次這家旅行社的旅行團隊共有遊客 二十多人 記者多次約請該旅行社前來本部讀者 接待室條介 遭到拒絕 經電話聯繫 旅行社級本部發來一份有關處理情況的電子郵件 我寫經與航空公司多方努力 近期都無法確定出發 對行程影響巨大 最終不得不遺憾通知遊客 原定旅遊行程全部取消 對楊先生等遊客 經條介 可以全額退還團費 對這樣的處理結果 楊先生說 事發後 旅行社沒有給他們任何補償 哪怕是水果 牛奶等慰問品都沒有 讓他和家人心裡感覺冷冰冰的 楊先生希望 這家旅行社應該進一步重視後續服務細節 設實提高遊客的旅遊體驗 特別是發生突發事件後 如何應對得黨 值得心事 本部記者旺申華圖時昭 直播剧下的移動 憑